4月5号的下午在长生高速离水境内 一辆小型乡市货车被另一辆货车追尾 场面相当惊险 事发公共视频显示 一辆货车突然追尾前方一辆小型乡市货车 由于猛烈的撞击 前车偏离车道 撞上了隧道边缘险些翻车 之后擦着隧道壁滑行了一段距离后 才停了下来 事故中前车驾驶员头部受到撞击 好在并无大碍 接到报警后 高速交警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后车驾驶员邱某告诉民警 当时自己想超车 突然想到隧道内是不能超车的 于是赶紧刹车 由于跟车过近 刹不住就直接撞了上去 但是民警调取事发公共视频发现 邱某的说法很可疑 在民警的再三追问下 邱某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事发时 邱某开车分心 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最终交警判定 邱某由于与前车 未保持安全距离发生事故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并被处罚款200元 事故中 隧道内价值7万多的 一氧化碳检测系统损坏 损失全部由邱某承担 记者刘芳芳 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